字型细长优雅 书写者笔触细腻 毛笔下展现出整齐又柔美的文字 这是中国湖南省江永地区流传百年的女书 过去只在女性之间传承 保有相当神秘的色彩 女性聚在一起刺繡口中吟唱着女歌互相诉说心情 女书是表音文字 要了解女书就必须懂当地方言 因此过去数百年来 女书只流传于江永一带 直到一九八二年才意外被发现 专家认为女书让农村妇女表达观点 揭开不同于上流阶级的女性样貌 所嫁非人 公婆苛刻 守寡无子女 这些被写下来的女书是女性伤心和痛苦的记录 古代男尊女卑 女性没有受教权 江永女性只能凭借写在手帕或折扇上的女书 与姐妹互动 不论是祝贺词或诉苦都极其私密 男性无从得知 文化大革命时期 女书被贴上腰书标签 逐渐走向衰亡 加上现代女性得以受教育 不再学习女书 这个古老的文字急需保存 如今女书博物馆除了借由展品介绍女书 也持续帮当地学生上女书课 然而尽管女书不再是秘密 全中国仍只有六名女性被认可为女书传承人 女书的传承依旧处在危机边缘 公司新闻两院编译 多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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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大家